2190 歸創通橋 星期五才贵本 它是神经及外洲血管介入的医疗器械 简单来说现代人也比较多做通波仔的手术 通波仔的时候要撑开血管 就是有金属指甲 歸創通橋就是做这个指甲 产品就是研发最后阶段 同业也有的 例如微创都是在香港上市的一间公司 就是做这个医疗机械的业务 定价42.7 认构反应都很热烈的 有超过1100倍的超额认构 又是那两个问题 抽到的应该怎么部署呢 而且这么热烈的新股 其实即使一开始真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是不是如果短线的都值得追入呢 首先有些人就会去比对这个科制 我相信两只股份应该那个招股反应 都倾向上是热烈的 至于你说新股上市的表现的时候 暂时去看 确创通调的表现应该会比科制好 其实就未必是关于基本面 有很大的差别的原因 只不过就是这几天的时候市场又往远一点 所以对于暗盘或上市初期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股份的上升的动力都会比较适合 对比内雪的茶来说会有些差别 所以就估计两个股份的暗盘 表现上会有些差距 暂时去看的时候 确创通调的表现应该会吸引一些 因为它的招股规模只有6000万股 减了基石投资者 拿了四成多的货 其实也只有3000多万股在市场上 所以这个也会造就了股价表现 倾向上是利好一些的 至于你说去追入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如果它比上市价高 是三成半到四成之间这些位置 都还可以考虑追入 如果你说高五成以上的话 风险太高了 可能要衡量回这个状况 好啊